清华大学一名正姓毕业生 14号的时候在个人的部落格PO文说 为什么我不配不上 这个梅宜齐的纪念奖章 那么他也把这个象征 清大毕业生最高荣誉的奖章 还有呢这篇文章都寄回到学校来了 并且也出示退奖破运单 以及奖章照片为证 暗讽这个校风呢 在陈维廷向校长发声名道歉 以及副校长刘荣生投书媒体 对社会事件回应不当 所以建议校方应该要以最大贡献 把这个奖项颁给陈维廷